对于蔡斌来说 奥运会的13人阵容 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里面有他能决定的 但也有他不能决定的 在25人的大名单里 选择13人 看似很容易 实则也不难 朱婷的回归 让中国女排的上限被拉高 而在香港战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连胜土耳其和波兰两大竞旅 也是让球迷们看到了 中国女排重新崛起的希望 但现实是残酷的 随后的总决赛中 蔡斌就派出了替补阵容 就连自己都没去 让助教原志带队 面对全主力的日本女排 虽然大家都知道不能输 打得也非常认真 三局比赛都僵持到了最后 但可惜的是 实力的差距还是无法弥补 最终0比3的比分 是非常的扎眼 也非常的扎心 不过随着比赛的结束 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 也就是奥运会的13人大名单 也是逐渐浮出水面 有人欢喜有人忧 近日 王云露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 更多的是在表态 而他在粉丝群里 对主教练蔡斌的保护 更多的是像在告别 不出意外的话 王云露已经知道了 自己将无缘巴黎奥运会的消息 在总决赛名单公布的时候 王云露就大概率落选了 因为留守的球员中 有年轻的吴孟杰 年轻的他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逐渐顶替了王云露的位置 成为替补主攻上的可靠人选 虽然在奥运会上 可能出场的机会也不多 但他的优势是年轻啊 而王云露更多的是 私不向球员 唯一的优势 可能就是乱战的得分能力 但这在朱婷面前 也显得拿不出手 加上庄宇山 在总决赛上的出色发挥 蔡斌舍弃自己培养了 三年的王云露 也是无奈之举 对于王云露的离开 很多人表示遗憾 而对于二传 徐小婷的落选 则认为是在情理之中 毕竟在总决赛上 他一分钟的出场时间 都没有捞着 丁霞则是打满了全场 不出意外的话 丁霞将成为凋零雨的替补 虽然丁霞的年龄大了 但户口还是很占优势的 毕竟在奥运会上的 出场机会也不多 凋零雨更多的 还是打满所有比赛 丁霞可能替补 也就几分钟的机会 凭借他的经验 这几分钟已经足够了 也不需要太多的体能 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女排的13人大名单 已经敲定 具体如下 主公 朱婷 李盈盈 张长宁 吴梦杰 副公 袁新月 王媛媛 高益 二传 凋零雨 丁霞 接应 龚祥宇 庄宇山 自由人 王孟杰 皮卡 尼非凡